嗨 大家好 这里是John 今天更新一条这场视频 现在在去这个西区 去一个高尔夫球场 我其实对高尔夫球有零知识 不过刚好有位朋友带路 所以就去体验一下 因为之前多次也有接到 很多关于高尔夫球的这种咨询 了解到新西兰 因为这边就是本身的自然优势 高尔夫球场都非常棒 然后我还没有机会谨慎体验一下 刚好今天叫我一起去的朋友 他非常喜欢打手 对新西兰的高尔夫球也比较了解 所以去跟他去体验一下 应该能够学到很多知识 但是很不幸今天天气不行 刚才开车出来的时候还在下雨 不过新西兰的天气也就是这样 说遍就会 就即便你看了天气预报 这个天气会好 但是还是说下雨不下雨 如果没关系 这边下雨也就是一阵一阵 所以有点希望去到雨 有些机会好转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哈喽 我现在也到这庭这场 可能在那里走 就每次去打高尔夫都要带那么多球杆吗 这边有什么配置 这里一套是多少枝杆 44一枝 但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 是距离啊 然后你知道距离你打球就可以控制力度吗 对啊 你有不同的杆吗 我现在已经到达球场这边了 他们已经开始打球了 然后我跟着看 然后我这个朋友他是做高尔夫球车 蛮有意思的一个市场 因为新西兰很多人打高尔夫球 假如你背着那个球杆 都会很累 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高尔夫球球车 尤其年纪越大就越需要 特别是说 这个高尔夫球球车 它分就是不助力手动的 还有电子助力 刚才我朋友自己推的就是电动助力 这种会轻松很多 那新西兰高尔夫球车都买的特别贵 所以蛮特别蛮好的一个市场 新西兰的这种自然环境球场真的很漂亮 刚才我朋友说就是 这个球场我们打是前场 后场更加漂亮 但后场今天打不了 不过现在我觉得这个前场景色已经挺舒服 那怎样子去定义一个球是打得好还是 打的距离越远结果越好吗 还是越如果看旗杆嘛 如果旗杆在的这个地方就是 如果旗杆是右直 就在你前的那当然右直越远 通常来说旗杆都是弯的嘛 有的时候有点好弯的球 刚才问了朋友有问题啊 就是这个球怎么算打得好 其实答案就是说你距离越少干数 把这个球打进这个旗杆的洞里就越好 所以你能够一杆把这个球轰到越近这个洞 那这就是一个好球 那打球的话它会受很多因素影响 比如说你去 你到达这个球洞的这条直线上 它有阻挡物 所以你可能一杆你打不到那里 你就需要打曲线 或是打两杆走一个弯曲的路线过去 而且还会受到其他的因素的影响 像这些风可能都会影响这个球的轨迹 那这样听起来其实还蛮有这个挑战性的 刚才这边打球的朋友就问我 问我是做哪个行业的 我说是做牛业的 我们刚才就聊到 感觉新西兰起码要 我说是起码要两年才能恢复正常 但是这位哥们他说起码要四年 希望快点结束这个疫情 这旁边有一个马场 过来过来 摸摸 Hello 那么现在回到车上 现在三点多 然后其实两点多已经打完了 高尔夫球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觉得学一学挺好 我刚才看到别人打 还是蛮帅的一种运动 因为你在挥杆出去 就用我朋友的话来说 在那千分之一秒的时间 会决定你这个球飞行的路线 那球飞出去的一瞬间 我感觉跟你去玩射击的感觉有点像 这个球飞的路径啊 飞的有多远啊 还是非常讲技巧跟有挑战性 那在新西兰有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户外活动 我觉得都去体验一下 可能现在不会经常去玩 即便我懂了以后 因为打一场球 这个时间还是蛮久的 虽然钓鱼很久 但钓鱼 现阶段我还比较喜欢 所以无论你是喜欢钓鱼的朋友 还是想看更多 在新西兰的这种生活体验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啊 包括还有很多旅游的这种体验 也会陆续的拍下来分享给大家 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周会出去钓鱼 所以下周会拍 继续拍视频给大家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